岂有此理 这个楚玄臣 他竟敢谋夺镇的皇位 皇上息怒 我们只承认您这个皇帝 才不会承认那个篡位的奸贼 气死镇了 竟是气死镇了 楚玄臣他好大的胆子 还有那个苏明和李太师 他们竟敢推举楚玄臣上位 朕当初真应该杀了他们 怪不得当初皇上让苏明跟咱们走 他拒绝了 原来他早就背叛了皇上 选择投靠楚玄臣了 这个奸命小人 他翻起脸来 可真是无情 苍天哪 难道朕的皇位没有了 难道朕会失去所有尊荣权势和地位 难道朕的好日子到头了 死期也快到了 皇上 您不要那么悲观 虽然楚玄臣极为为敌 但是他的皇位并不稳固 现在联军虽然暂时退了出去 但以风灵天的本事 肯定还会卷土重来 等到风灵天打败楚玄臣之后 咱们再和风灵天一和 同风灵天一和 是啊皇上 你想啊 他风灵天再厉害 也不可能直接吞了我们楚国 咱们的老百姓可不服他 他肯定还需要一个楚国皇帝来安抚楚国的百姓 到时候您说不定还可以继续当皇上 爱妃 你说得对 只要风灵天能打败楚玄臣 朕就还有再当皇帝的机会 太好了 朕真希望风灵天快点打进来 打败楚玄臣 皇上 现在外面的局势不明了 要不 臣妾派阿米娜出去看看 打听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阿米娜 她只是一个弱女子 能打听出什么消息 再说云青早就派人出去打探了 不需要阿米娜再去 皇上 您不是一直想逃出汕京城往南方去吗 是啊 但是楚玄臣的人把守这城门 咱们根本出不去 皇上 实话告诉你 臣妾知道一条密道 可以偷偷出城 什么 你知道出城的密道 雪贵妃 您长居宫中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当年我和阿米娜没进宫时 前来圣经城探亲 没想到银子被人偷了 没了银子后 我们没地方住了 就在城郊流浪过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 我们跑了很多破庙 也找了很多地方 意外在城东的一间破庙下面 发现了一条长长的密道 而且这条密道还可以通往城外 真的 白妃 你真的看到那条密道了 真的才怪 这不是边来骗你的吗 千真万确 当时臣妾和阿米娜好奇 就在密道里走了很久 这走着走着 我们竟然发现自己出了城 从那时我们就知道 这条密道一定是有人刻意挖来 准备偷偷溜出城的 至于是谁挖的 我们也不知道 总之有了这条密道 皇上就可以逃出城了 好 爱妃 那你还记得那条密道 现在在哪里吗 这 因为时间隔得太久 我早就忘了那条密道在哪了 所以 我才说让阿米娜去城东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那间破庙 只要能找到那间破庙 就能找到那条密道 皇上 奴婢还依稀记得那破庙在哪里 只要让奴婢去城东看看 一定能找到的 好 那朕派几个人护送你 去城东找密道 事不宜迟 奴婢这就去 说着 阿米娜忙和雪天香对视了一眼 雪天香朝她暗暗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 楚耀派了几名侍卫 护送阿米娜悄悄地出了云家城堡 云香 之前你一直找不到出城的办法 如果阿米娜能找到密道 咱们就可以出城了 是 臣也希望阿米娜能赶快找到密道 臣也不想 皇上再待在这里受苦 等咱们逃到南方去就好了 这婚居 还想逃到南方去 想得美 等阿米娜找到楚玄臣的人报信号 就是这婚君的死期 这婚君的死期 这婚君的死期 这婚君的死期